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给出丰厚红包 让所有工作人员沾喜气 抄大手笔让网友狂赞 前辈就是大气 冰冰姐做人成功 当她的员工好幸福 据报道 白冰冰光是发给我爱冰冰兽的电视台人员 加上她的副业霸王脚的红包 就累积近百包 估计撒钱近两千万元 然而白冰冰一点都不心疼 反而希望新年虎气旺 很期待今年的老虎该凶的时候凶一点 把不好的疫情 美运都要掉 之前白冰冰富丽堂皇的豪宅曝光后 众多粉丝都惊讶无比 去年她接着买下新竹 百坪豪宅 入手第三套房产 当时她带着一群好友 去捧场王中平的咖啡厅 一见到那边秀丽情优的景色 就决定买地盖房 天天修佛 为老年生活做好计划和打算 最近知名主持人纳豆因脑出血 送医院抢救 让外界担心不已 身为综艺界大姐大 白冰冰对这位后辈非常关心 她表示那豆是大家的开心果 而且那么年轻 希望快点好起来 她还忍不住感叹人生无常 并自爆以为自己准备好身后事 其实她早有规划 买好塔位了 将会和父母过世的女儿白小燕 一起长眠在七度 占地九十多坪 光是买地 装修等费用 就大手笔砸了一亿元 她感慨表示 近几年陆续送走亲朋好友 干脆趁自己还清醒 赶快处理好后事 要把握每一天 这辈子不容易 我没有白交卷 她也提到 很多丧偶或单身的长辈 晚年都选择独居 安养院 未来可能连祭拜问题都不用担心 以后的年轻人 可能用一只手指头在计算机上点一点 就扫墨完毕了 但她也呼吁大家 行校要及时 以前父母在门口等你放学 现在在老人院盼着你来 人生只有一次 父母只当一回 莫等白头恐北切 白冰冰今出席年中尾亚参序 跟费玉清私交圣迹的她 被问到最近有跟小哥联系吗 她说费玉清向来低调 所以很久没得知她的近况了 不过她爆料 小哥当年很爱来她领口家 还笑她家太大 每次起床去厕所 要骑摩托车才会到 白妈妈也很喜欢小哥 我妈还说她人不错 要我嫁给她 但我跟她真的是多年的好友了 白冰冰凭着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不菲的成绩和惊人的资产 近年来她却自曝健康亮起了红灯 白冰冰日前在节目上透露 前不久身体健康出现状况 发生鼻血流不停 甚至连眼睛耳朵都出血 后来还出现眼歪嘴斜的 颜面神经麻痹情况 让人听了直呼可怕 有一次与朋友相约吃饭 结果席间她突然感到 鼻子好像有要流鼻水的感觉 正想要拿卫生纸擦时 看到白饭变成红色 才惊觉自己流鼻血了 而且一直流不停 朋友帮忙捏出鼻子像止血 没想到血竟从眼睛耳朵等地方流出 只好赶快送医 到了医院 医师询问她是否有高血压 但她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低血压 结果一梁发现血压高达220 也无法立即打降血压的针 怕会爆血管 就只能一直冰敷着 就这样留了半个小时 还要拿水桶来接 没想到流鼻血事件隔了一个月后 有一天白冰冰在录像时 导播发现她眼睛变成大小眼 嘴巴更会慢慢歪一边 但当时她自己照镜子觉得没有异常 直到隔天起床后 发现脸真的歪了 让她一度以为自己中风了 就医后经过检查 原来她罹患了 颜面神经麻痹 医师让她服药治疗 但她自己还上网查询相关资料 为了让自己能快点痊愈 使用电疗 按摩 针灸等多种疗法 同时治疗 她自豪地表示 别人要三个月半年才能恢复 她只花了21天就好了 其实早年命运并不眷顾白冰冰 痛苦与折磨占据了她的一大半人生 白冰冰原名白月娥 出生于1955年 那个年代的父母 大概都有一个愚昧的思想 越穷越要生 白母一年生一个 一直生到拥有十个女儿才停滞 其中白冰冰排行老三 而白妇只是一名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 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 显然无力以计 孩子生了又养不起 父母便开始送人 白冰冰是第一个被送出去的孩子 由于哭闹不止 对方又将她送回来了 换走了才两个月大的妹妹 父母连续送了三个妹妹 又卖了最小的弟弟 白冰冰在这份童年恐慌中渐渐长大 她被要求去追矿车捡煤块赚钱 目睹了矿车撵过一个孩子 脑浆蹦在脚上 她吓得大哭跑回家 回到家迎来的却是母亲的一巴掌 只因为她什么都没捡回来 我真的觉得那是虐待 经历了这些 小学成绩还不错的白冰冰 想着自己可以靠读书改变穷困生活 母亲却以200元和一包口香糖 卖掉了她的学籍 她的求学梦就像当时 嘴里嚼口香糖吹出的泡泡那般 无声无息地走向幻灭 恰逢父亲病重 家里的经济支柱倒下 13岁的白冰冰开始了四处打工之路 为了谋生 她什么都做过 我跟现在的朋友提起这段经历 他们会说 你怎么不找朋友帮帮忙 能说出这样的话 一听就知道是儿时没有吃过苦的人 我每次都很直接地回答 贫穷的人没有朋友 一次机缘巧合 她得到了在歌厅助唱的机会 白冰冰看唱歌赚钱来得快 她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 终于登上了一个大舞台 主持人嫌月娥这名字太土 随口称她为冰冰 她就把这个一名定了下来 期盼走向心绳 1975年 日本的一个影视公司来招生史 挑中了白冰冰 她以为自己苦尽甘来 满心欢喜地前往日本发展 殊不知 这是她噩梦的开始 孤身在异乡打拼的女孩 旁人施舍一丁点善意 就会被打动 白冰冰认识了风流成性的漫画家 为袁一琦 不过两人之间19岁的年龄差距 她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她 婚后她搁置自己的事业 忍受婆婆的刁难 每天低眉顺目地迎接丈夫归家 但她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好的回报 我原一琦喜好饮酒 最后就会打白冰冰 每次清醒后的道歉 让她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她 但更大的矛盾爆发在白冰冰怀孕后 她总是等不到丈夫回家 那是一个下雪天 丈夫又是白天未归 白冰冰包了一锅鸡汤 打算去公司找人 在公司楼下 她看见丈夫的车擦肩而过 她赶紧让出租车司机跟上 就这样一直跟到了一个酒店 打开那间房门 床上丈夫搂着一个女人 两人看见她起起皱眉 女人没有惊慌 更没有歉意 你不是说要跟这个 芝娜女人离婚吗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白冰冰走出酒店 心里比这冰天雪地的天气 更加寒冷 见丈夫不曾追出 她最后的一丝念想断掉 她当天收拾行李 挺着七八个月的大肚子 走上归途 不再想着回头 回到台湾 白冰冰一贫如洗 她用身上最后的一点钱 找医院生下了孩子 产后15天 她就被这巨大的养家压力 逼着出去工作 27岁的她 熬来了一个转机 一档节目 邀请日本当红明星 小林旭来演出 白冰冰充当翻译 并进行主持 节目播出后反响不错 她渐渐有了鲜明气 灾难又伴随着机遇到来 一日下班 白冰冰经过一个工地 突然间一群人冲过来 对她拳打脚踢 混乱中 她受了重伤 生命垂危时 好心路人帮她送医急救 捡回了一条命 白冰冰不清楚 自己为何会遭此横祸 但在这之后 她的生活总算是平静了一段时间 歌唱事业和演艺事业 都慢慢步入正轨 她攒下了一些钱 买了房买了车 带着父母孩子一起住下来 希望有苦难 有挫折的人 都能挥别忧伤 迎向阳光 白冰冰认为 自己衣食无忧 未来将会是阳光美好的日子 可她不知道 最大的苦难仍在后面 白冰冰生下孩子之前 她有过犹豫 并没有打算生下孩子 但来到医院准备动手术时 医生给她听了胎儿的心跳 那一瞬间 她改变了主意 在我的心里 别的已经不再重要 我只想要赶快看到我的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她 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只有她才能让我感觉到 以后的人生 还有意义 白冰冰给女儿起名为 小燕 破晓十分的燕子 多么富有希望和活力 然而 这份希望 破碎于1997年 年仅16岁的女儿 被歹人所害 女儿走后 白冰冰 轻信 灵媚 可见亡人一说 花费上千万 最后发现 都是骗局 她又把希望寄托于转世一说 想把女儿生回来 她接连做了16次试管婴儿 从42岁到48岁 结果全都失败了 后来 白冰冰终于看开 她在女儿的墓碑上 刻下对联 小溪浮海 复明人间光景 燕子归山 患得天下太平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 进行留言 同时 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